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刀姐电影 本期给大家讲一个妻妾成群的年代 女性在封建理智下苦苦挣扎生存的故事 民国初年,女主宋莲好不容易在父亲的支持下考上了大学 却不料父亲突然离世,后母以家中无钱为由,逼她嫁人 宋莲心中纵有千千节,最终还是向无法摆脱旧时代低头 需从命运嫁给有钱的老爷做四姨太 避开迎亲花轿,拿着行李,穿着学生装,独自来到陈府 陈老爷给宋莲安排了一个丫鬟燕儿 燕儿因被老爷占过便宜,便幻想自己成为新的太太 当看到成为新太太的是宋莲时,对其恨之入骨 宋莲也不甘示弱,给了燕儿一个下马威 府上的规矩,晚上老爷临幸谁,谁愿里就会点上灯 还会被垂脚,第一次被垂脚的宋莲很不适应 她表面硬核,却打心眼里不屑于这些繁文乳结 新婚夜里,老爷睡在宋莲这里 半夜却被三太太的丫鬟叫走了 宋莲知道这仅仅是深宅大院里 太太们勾心斗角的开始 第二天,宋莲被带着依次问候三位姐姐 大太太年纪已大,在院里以利威严 心思全在念佛上,没有心思争风吃醋 二太太虚寒问暖,看似慈眉善目,很是友好 备受宠爱的三太太是戏子出身 有一副好嗓子,却显得不易接近,霸道无礼 新婚燕儿,老爷很喜欢年轻漂亮的新太太宋莲 院子里的灯经常被点亮 一天,宋莲被三太太叫去打麻将 在自己弯身解麻将的时候,无意间看到了三太太和高医生 在桌子底下,嬉闹调情 她虽惊讶,却也没有声张 宋莲遇到跟自己年龄相仿的大少爷 做生意归来,大少爷爱吹笛子 笛声吸引了正在散步的宋莲 让她感觉在这阴暗的府中,似乎瞧见了一丝阳光 宋莲想起了父亲留给自己的笛子 却发现笛子不见了,怀疑是被燕儿偷去了 便跑到燕儿的房间搜查 却发现燕儿私自点灯,还发现诅咒自己的小人 愤怒的宋莲知道这一定是有人指使 不识字的燕儿做的 经过询问才知道 是平时带她如妹妹一般的二太太所为 宋莲对二太太的阳奉阴违厌恶至极 疑似给二太太剪发 宋莲故意剪破她的耳朵 二太太因为耳朵受伤 老爷开始每天去二太太房里过夜 二太太的院里也经常亮起红灯笼 宋莲慢慢迷恋上了被垂角的感觉 听着别人垂角的声音 心里很不适滋味 就连身边的丫鬟都开始对宋莲冷嘲热讽 无奈的宋莲想出假装怀孕的办法 终于自己的院里点上了长明灯 陈老爷每晚都来陪伴宋莲 对宋莲关怀备致 但是没想到自己戴有血色的裤子 被燕儿发现 告诉了二太太 二太太略施小记 请来了高医生 事情败露 宋莲被封灯 出于报复 宋莲把燕儿在自己屋里 偷偷点灯笼的事抖了出来 燕儿在大雪天里被罚贵 不久患病身亡 宋莲知道后很是愧疚 她没想到燕儿会病死 早上宋莲在阁楼里遇到三太太 说了这样一番话 点灯 灭灯 风灯 我真的无所谓了 我就是不明白 在这个院里 人算个什么东西 像狗 像猫 像耗子 什么都像 就是不像人 她看不惯这府里的一切 可是却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生日当天 无事可做的宋莲戒酒消愁 醉酒后的她 不小心提到三太太出轨的事情 二太太记在心里 当天三太太就被捉奸在床 随后被家法秘密处决 惨死在了死人屋 宋莲亲眼目睹了这一切 内心受到了极大的刺激 大喊一声 他终于承受不住这沉重的打击 受不了这深宅大院的勾心斗角 瞬间崩溃 精神恍惚疯掉了 从此在这个院子里 成为一个突兀的存在 用一年下 老爷又娶了一个五太太 灯笼重新点起 满院子喜气 五太太看着徘徊在门口的宋莲 问 那个女人是谁呀 胡人答 哦 以前的四太太 脑子有毛病啊 她是谁 也许就是未来的你啊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 电影名称 大红灯笼高高挂 想听刀姐讲什么电影 记得留言和私信给我们 我们下期见